爆炸消息 律師說在任何時候 麥卡菲都沒有自殺的跡象 日本再提供100萬劑亞斯利康疫苗給台灣 7月中之前到貨 美國眾議員誓言繼續向中共進行疫情追責 古巴寄望於拜登能減輕禁運制裁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越南新聞主持人王曉翔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6月26日星期六 以下是新聞詳細內容 防毒軟件麥卡菲的創始人麥卡菲 6月24日被爆料突然死亡後 又傳出自殺的說法 麥卡菲律師維拉爾巴星期四告知路透社 他們一直有電話聯繫 麥卡菲在任何時候都沒有表現出 任何特別的擔憂或線索 讓人相信他要自殺 麥卡菲的妻子珍尼斯在他死前幾天 發表的一份聲明中說 美國聯邦政府希望他的丈夫死在監獄裏 為反對政府機構當中腐敗的人做榜樣 2019年11月30日 麥卡菲在推文中說 他將重擊wagt這個詞 聞到自己的右上臂上 並告訴他的追隨者 如果有報道說他自殺了 這樣不會是真的 而是他被身份不明的襲擊者重擊了 《國家檔案》6月24日報道 星期三麥卡菲被發現死在西班牙的牢房裏 監獄的醫療服務部門進行搶救 但未能挽回他的生命 而在他死前幾個小時 法院裁定他將因為逃稅和未披露收入的指控 被引導到美國 報道說麥卡菲是網絡安全企業家 加密貨幣槍導者和前美國總統候選人 西班牙當地政府已經宣布他自殺 但驗屍結果還未公布 麥卡菲曾經多次警告支持者 他在西班牙的獄中會被自殺 日本外務大臣茂木敏聰6月25日表示 決定在7月中場之前 追加提供100萬劑瓦斯里康疫苗給台灣 疫苗預定在7月中場之前混抵台灣 這是日本計6月4日無償提供台灣 124萬劑瓦斯里康疫苗後的第二批 正好隔了三個星期 日本傳媒指出 為了提防中共從中作緊 台日在桌面下審慎籌備運作 這件事經由前首相安倍晉三等 執政黨國會議員在桌面下出了很多力 對於台灣 日本政府也考慮 追加提供瓦斯里康疫苗 除了台灣 日本政府也決定再提供 100萬劑瓦斯里康疫苗給越南 也將會提供疫苗給東盟成員 台灣外交部25日向日方表達成之感謝 外交部說目前全球疫情依然嚴峻 國際疫苗功課短缺 藉此艱難時期 日方率先申出援手 在6月4日送來第一波及時雨 接著又有美國和立陶縣相繼援增疫苗 和台灣並肩對抗疫情 顯見抗疫之路可能漫長 但台灣並不孤單 美國聯邦共和黨眾議員華格納星期五表示 新冠病毒能夠在全球大流行 是中共試圖掩蓋最初病毒爆發的直接結果 他將會繼續就疫情追責中共 華格納是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的副主席 他在霍氏新聞上說 華格納表示中共試圖隱瞞病毒起源的做法 違反了他在2005年簽署的國際條約 國際衛生條例 該條約將會允許美國對中共實施制裁 並沒收和凍結中共在美國的資產 用來補償大瘟疫的受害者 華格納正在國會推動美國補償法案 如果法案通過 這個將會是史上首次在經濟上向中共追責 華格納表示 疫情在全球範圍內造成幾百萬人死亡 並使美國經濟損失幾萬億美元 而這樣直接歸咎於中國共產黨和它的掩蓋行為 華格納說中國故意對疫情最初爆發的程度說謊 對防止在全球進一步傳播起了阻礙作用 一些中國科學家試圖向世界警告即將爆發的疫情 但是就神秘地消失 也有其他人受到嚴厲譴責或被壓制 這樣在中國形成了一種恐懼文化 真理和幾百萬人的生命 在中共無情的運動當中成為犧牲品 華格納最後說到 美國應該追究這個殘暴的種族滅絕政府的責任 據法廣報導 聯合國大會再次以壓倒性優勢 譴責美國對古巴實施了近60年的貿易、經濟和金融禁運 只有美國和以色列投了兩張反對票 而上一次哥倫比亞、烏克蘭和巴西都曾投票反對 哥倫比亞總統被認為是川普的盟友 自從1992年以來 這項決議每年都要表決一次 每年都是差不多的情況 美國外交官羅德尼亨特表示 因為這些制裁是使古巴走向民主和人權的關鍵 這樣意味著這項決議 在聯合國的投票只是具有象徵意義 因為如果決定取消美國對古巴的禁運封鎖 將會由美國國會來投票 因此很難想像拜登會參與這樣的活動 特別是拜登政府已經明確表示 古巴不是一個優先事項 報導說 古巴當局越來越多地 用美國的禁運理由來為國家的經濟困難辯護 在聯合國 古巴外交部長羅德尼格斯提到 古巴被封鎖的影響 例如即使在疫情期間 古巴人也因為物品跪伐而導致排長龍 以及缺乏藥品 但美國並沒有對食品和藥品的銷售實施禁運 拜登上任以來並沒有解除對古巴的任何一項禁運 但古巴將很大的賭注壓在美國能減輕制裁 美國遊客重回古巴 這是讓古巴脫離經濟危機的重要條件 今日的報導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